白老师 关于您和那一个女网友 我只能说一句话 真的不想多分析 您就是属于有贼心没贼胆 就是这么简单 我只是寂寞的时候跟她聊聊天 所以当您 我只是寂寞的时候跟她聊聊天 大姐 你听明白了吗 你丈夫聊的不是天 聊的是寂寞 他寂寞他如果不聊 他为什么寂寞呀 因为在你的世界里 只有你自己根本就没有他 他一直是为你服务的一个对象 表面上看 他喝酒酗酒不对 表面上看 他了错女网友四五年 还还倒计时 这个非常的不对 这都是表面上的东西 但是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你们的婚姻里面 你没有真正的去走进过 他的内心 你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他 你的这种语言暴力 刀刀刀在刀的什么 全是你的委屈 你的不满 你的感受 你的需求 全都是以你为中心 你老公他为什么喝酒 内心的需求 你想过吗 他为什么要摔东西 为什么要捡贵的摔 不是因为你们家有钱 是因为 如果他不用这样的方式 他的妻子的语言暴力 就无法终止 所以这位女士 我想在这段婚姻当中 当然 他 必须得去跟其他的异性 暧昧关系 有一个终止 这是必须的 对家庭的责任感 忠诚 但是您如果不调整 他无尽的寂寞以后 还得在网上接着聊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曲总 现在你还喝酒吗 几乎不喝了 他几乎不喝酒了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你觉得他出去喝酒 到底是为什么 我看他就喝酒上眼 他一来就不信 就从你刚才 所有的表达来说 你基本上你说十句 他才能说一句 就这么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其实他喝酒 跟那些所谓的朋友们 在一起 他能体现出 自己自尊的内衣 能找到自己的尊严 如果你能做到 让他不寂寞 如果你能足够地 给他尊重 并且给他足够地关注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 关系就可以处理得很好 问题他有 但是你是根源 好吗 好 谢谢 双方都改 就能解决 我觉得挺好 来 郭老师 其实你这种人呢 是干了活还不讨好 你这唠叨是一杆枪 给他制造了寂寞 但是女网友是幅画 给他排解了寂寞 其实你要改很简单 两个字 闭嘴 就可以了 但数次喝酒 数次身体摔伤 都是你照顾的 如果你不是一边唠叨着 一边去照顾 而是闭着嘴 默默地去照顾的话 我相信 效果肯定大不一样 所以你只要学会闭嘴 你的性格弱势 就会消淡很多 否则的话 你真的是干了事 还不讨好 至于男生呢 这个大哥呢 把你给女网友说的情话 用二分之一 在他面前说 虽然他会叨叨 他不解风情 但你可以坚持地说 好歹这女人跟你 跟了二十多年嘛 我们说好吃不过家常饭 知冷知热 结霸鸡嘛 在你吃喝拉撒 不能料理的时候 是他在照顾你嘛 虽然这个女人一直在唠叨嘛 你要不然你相信试试 如果让那个女网友 给你倒屎倒尿 你们之间聊天 还会有诗情话意吗 不会有的 所以说 虽然他唠叨 这是他表达的一种方式 但他好歹也唠叨了你二十多年 在唠叨的背后 始终是一心一意 跟你过的这颗心嘛 对吧 对 你待会在六十秒的时候 把你所有的情话都说出来 把你的功夫都展现出来 你能拿下女网友 却拿不下她 也是你的一大败笔 好吧 行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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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